欢迎打开Ruby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一代弹珠 感谢片商的特应邀请 这是一部法国电影 由克里斯·杜格导演 改编至畅销全世界的同名自传小说 故事从1941年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出发 10岁的主角乔瑟夫一家六口 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哥哥 是很幸福快乐的一家人 原本应该是纯真安稳的童年 却因为德国人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捕捉犹太人的关系 父亲一生令下 一家人开始四散去逃难 主角跟着年纪最近的哥哥 展开了一场说是逃命 但是更像是围棋三年的一场壮游 这部电影真的还蛮好看的 第一它是改编得非常好 在没有很戏剧性的写实叙事风格之下 导演很平时流畅地展现出这一段 有点传奇的故事它本身的力量 一路看着主角经历这三年 种种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成熟 很难这部电影最后不会感动到你 这部电影的类型像是一部公路电影 借着这些逃难躲避追捕的过程当中 主角他被迫必须要成长 而让这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 或者说犹太人逃避纳粹追捕的电影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导演在这部电影当中 呈现出来的价值还有观点 在开场的一小段戏 就很明显地冲击我们这些身为大人的观众们 他想要告诉你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小孩 而这部电影的立场也站在小孩那一边 对我来说他是相当地尊重 那个我们曾经都拥有的童真 或者是小孩子的那一颗心 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 大人和小孩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在最近有进电影院看一些 充满放暑假的小朋友的电影的话 我想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到 这样的一个残酷成长的故事 也算是一个极为美好的逃命之旅 这么说是因为在这过程中 除了两兄弟所使用的生存的技巧 还仰赖了非常多人的帮助 这对小兄弟可以保住小命 可以说是真的非常的幸运 有种什么好事都被他们遇上的感觉 而在那个时空里面 想要活下来除了好运之外 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学会说谎 你要否认自己的身份 无论对方怎么向你逼问 你都不能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 其实我一开始在看到这句 我不是犹太人的文案的时候 是有点疑惑的 为什么要拿一句这么政治不正确的话 拿来当文案 不过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我完全了解了这句话 在这个故事中的代表意义 还有他的重要性 在特定的时空里面 一个人被迫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 这种事情看起来是挺令人无奈的 同时也希望它不会再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当然可以说长大这件事 本来就跟说谎是息息相关的 当一个人开始学会说谎 学会欺骗别人的时候 通常也意味着他开始长大 他开始进入到这个充满谎话的真实世界里面 不管是为了好的事情或者是坏的事情而说谎 当然这部电影很好看的地方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这两个主角 这对兄弟的身上 除了小的可爱大的帅 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是会让人非常的羡慕 这股手足之情也是让他们经历这么多事情 要躲躲藏藏这么久 或者是翻山越岭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能够支撑下来很大的动力 我们会看见当他们有彼此的陪伴的时候 逃难就好像是玩耍一样 不只是这对兄弟之间的感情 还包括这个像弹珠一样似善各处的家人 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这是一部我会很推荐给大家 尤其是成长中的大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去看的电影 无论世界怎么无情 我们长成什么样的大人 永远都还是要记住要尊重 自己曾经拥有的那一颗童真的心 一代弹珠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线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掰掰